李宗瑞翻版 转消防员荣令六少女拍性爱照 他考上消防特考 搜索期间不好好学救人 却忙着上网骗人 而且专挑国中少女聊天 快点拍裸照或私密照给我 要叫我老公哦 老公 他还在少女开房间 甚至偷拍性爱影片 直到其中一名少女母亲发现 这些坏事才别康 警方发现他把电脑和手机里的 性爱影片照片分门别类 简直李宗瑞翻版 有六名未成年女子受害 带他狡辩 我曾被前女友欺骗感情 才会找国中少女比较不会被骗 不过法官认为 他伤害了少女和家长的身心 也没获得原谅 判他 发出新一栏报道 苹果欢庆15周年 送你百元7米券 再抽10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世纪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 哇 像世界争骗 你旅居海外 行脚各地 用影像说故事 讲道理 写日记 你最自豪的Vlog 在每日近3000万浏览人次的 苹果网站投放 报酬由我 资金奖励 作品浅济 影创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